Hello 大家好 我是凌轩 好久没有入美国打工的特辑了 前阵子我去了一趟台东 整个人黑了一圈 回来台北的这一个礼拜 应该是有稍微白回来一点点啦 现在是9月 大概是美国打工开始在报名的季节 两年前的我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 报名美国打工这个计划的 我相信有非常多想要去美国打工的学生 现在正准备努力搜集各个资料 希望我今天这个影片也能够成为你很好的参考范围之一 我自己是在去年2016年去美国打工的学生 好像已经不是学生了 我今年大学毕业 我是在去年大三生大四的那个暑假 去美国的阿拉斯加打工 有关于阿拉斯加这个地方 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分享了 我觉得之后大概会录个好几集吧 那我之前分享的那些影片 都是比较偏向于食用型 教学型的一些影片 但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分享 我在阿拉斯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这集呢主要是要分享一些 我在那边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是在阿拉斯加的Fairbanks的一个小镇 叫Heeley的一间餐厅厨房 当prep cook 主要呢就是在厨房里面备料 或者是做一些像沙拉 水果拼盘甜点等等一些非主食的食物 那每一天呢主厨都会在一张纸上面写 他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要帮主厨预备那一些食材 我当时的食心是9.75块美金 在美国每一个州的最低食心都不太一样 我那时候阿拉斯加的最低食心就是9.75块 那我就是领这样的薪水 那我工作的时间一个礼拜要工作5天 然后会有两天的休假 那一天呢都要工作8小时 中间会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 我们有分早班跟晚班 早班的话就很早大概是6点 6点半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6点6点半 然后一直说要下午2、3点 那如果你是晚班的话 就是下午2、3点开始上班 一直上到 那时候好像都有上到11、2点的都有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三餐都超级不正常 就是因为你很早很早起床 你东西都是随便吃 你就赶快去上班 而且我们不公餐 所以我们如果要吃东西的话 都要趁在监视器没有照到的角落 然后偷偷抓那个食物来吃 部主应该是不会看到这个影片啦 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三餐 大家都是乱吃 饿了就吃 我在厨房里面呢 通常就是等客人啊 有单子 可能有客人点沙拉 我就要做沙拉 然后出餐 那如果没有客人点餐的话 你就会变得很无聊 就算没有事 还是要尽力的去找事做 所以那时候真的没事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把 各个的那种蔬菜啊 把它切成丁 比如说把整颗洋葱切成丁 整个红楼锅切成丁 整个马铃薯切成丁 各种东西都可以把它切成丁 然后这些东西可能之后 当成某一个食材的其中一个材料 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切 就要切八个小时 真的是超级无聊的 满通常都会两个人一起当班 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当班的话 就根本就没有人跟你聊天 你就只能站在那边 无止境的切东西 那除了在厨房里面工作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职位 它也算是prep cook 可是它比较好玩一点点 我还蛮喜欢做那个工作 那个工作就是 我们会到一个小木屋 因为我们的餐厅是复合式的 我们会有那个越野车 它叫ATV ATV跟马车的体验 所以只要有客人 他想要往ATV或是马车 就会有导游带他们一整团 骑着ATV或是坐着马车 到那一间小木屋去用餐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小木屋 准备食物 然后给要来这个小木屋里面 用餐的那些客人 那当他们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小木屋的门口就接待他们啊 把他们带位到他们的位置上面 也会就是送餐到他们的桌上 那有的时候呢 在这些客人快要吃完的时候 导游就会请当天在准备食物的 厨师跟prep cook出来 跟大家自我介绍 这个时候就是训练英文跟胆量的最佳机会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出来自我介绍 然后可能是因为亚洲脸孔的关系 在那边他们可能会对你比较好奇 会想要问你很多问题 你就会跟客人会有接触 会有对话 即使当时的英文没有到很好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在那边上班的日子 真的是会英文进步的 比在我厨房无止境的切材 还要来得快很多 在小木屋工作的时候 你拿到的小费会比较多 因为你有实际跟客人接触啊 那在厨房 你完全没有跟客人接触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厨房是没有客人给的小费 我们拿到的小费都是那种manager 他分过之后会有几% 可以分给厨房的人 但其实呢 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遇到的挫折也蛮多 因为我那时候英文听力很差 有段时间真的还蛮常做错事 我就一直很担心 就是给别人造成麻烦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 就是之后再录一集 跟大家慢慢讲 就是有关于在那边 遇到的挑战之类的 是因为你每天跟食物相处 我大概学习到技能就是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 完全不会切菜的人 我平常在家没有煮东西 所以我到那边 一天要切八个小时的菜 所以我在那边学会把各种的水果 把它切得很薄 各种蔬菜把它切得很小块之类的 然后还学会用开瓶器 开酒瓶 用转的那种开红酒的那个东西 之前也完全没有用过 但是在那边 因为他们都很爱喝酒嘛 然后有时候在小木屋 客人想要喝酒 我们就必须用那个开瓶器 再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被料 要照着食谱上面的做法 来做出一些食物 所以我就认得很多食物的英文 以上呢 就是我这三个月 我在做什么工作 我之后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工作之余 有没有什么休闲活动 或者是我们在那边办的一些party啊 跟室友 跟同事相处的一些经验 都可以跟你们分享 谢谢你们收看我的影片啰 那接下来呢 我在9月底跟10月 还有11月的时候 都有几场分享会 会分享有关于 我在阿拉斯加打工的一些经历 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呢 我会把所有的时间资讯 还有链接放在影片的下方 欢迎想要对于美国打工 这个计划更了解的同学 都可以来听 然后你有任何的问题 任何的 有关于美国打工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谢谢你们今天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我还有超多主题想要拍的 除了就是我在那边遇到的挑战啊 还有我在那边遇到很多很感人的事情 或者是我还蛮想要找我妈一起跟我拍片的 想要访问她一下 对于我去美国打工 在我出发前到我回来后 她到底有什么想法 你们会想要看我跟我妈一起拍片吗 我觉得我妈她应该是蛮乐意拍的啦